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一次见面了 我是严晓辉 在全球大学和国人相见工作 非常荣幸 今天又一次有机会主持戴老师的讲座 那我们这里是南南弄坛的延伸活动 我们的画面是从南南弄坛的Zoom会议室转播的 今天晚上开始 今天晚上戴老师将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座 这个系列的题目叫 透过电影的窗口 世界的另类风景 我插一句我的想法 就是现在疫情大家都待在家里出不去 想去国外玩也玩不了 我觉得戴老师 大家可以通过戴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电影 和戴老师带来的讲座 可以去看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在这个网络上也可以去旅游 戴老师这个系列 我们暂时定是每个月一次 大概是在每个月周四的第四个星期 星期四的晚上七点半 那戴老师也是一边思考 一边来备课 一边给出新的题目 这不是说我们没有计划 因为我们现在出了今天第一节 没有系统的安排 而是说一方面嘛 我们得承认在这个迅速变化的这个世界里边 我们是和广一起思考的 任何大家的这个互动 或者新的事件的发生 其实都会影响各自对时局的判断 那同时呢 思考也会影响新的思考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戴老师在讲课前 一般相关的电影会重复看个三四遍 即便是这些电影 他之前可能已经看了三四十遍了 因为每一次观看都会带出来新的视角 新的问题 以及新的感受吧 我觉得这对一个做老师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当然我也希望可能戴老师会不会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也不是说这个熟人生巧 说一个作为老师 一个话题可以重复不变的讲几十遍 而是说我觉得要去花十几遍的时间 花十几遍 不断的去这个几十遍 不断的去拓展 和打开一个一起 它的新的可能 它涉及到的新的思考空间 所以我想这是戴老师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求戴老师 一定要在每个月哪一天 就是我们定的周四那个时间 我们可以灵活桥整 所以随时也会发布新的安排 就在上一周吧 上周周四就这个时间 温铁军老师讲完新冷战之后 孟老师也已经答应继续我们这个延伸的话题 所以后续会安排新的讲座和大家分享 也会做一个系列 并且我们最近已经有好几位男男弄坛的讲者 答应继续在延伸活动上为我们讲课 继续和大家交流 很值得高兴 那明天晚上也是七点半 我们邀请男男弄坛所有的参会者 回到我们弄坛的会议室 对弄坛活动进行回顾和交流 也会进一步 征集大家的这个 意见 就是关于这个 他们大家感兴趣的讲者和议题 就非常希望参加了 男男弄坛的朋友 明天可以留出时间来参加这个活动 好了 上一讲 就是上一周 温老师谈论这个新冷战 我们谈到了关于历史的话题 我也是在主持的时候谈到 历史不是关于过去 而永远只可能是当下的 其实这句话也是我听戴老师的课 学来的 戴老师是引用这个 科罗奇的这句话是说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要理解这句话本身 其实它是一个关于这个认识 弄的哲学命题吧 它不仅涉及到就是说 我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种批判 而且是要求我们如何带着思想 带着感情 带着爱和关怀 去正视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同时也是说 历史不是关于客观事实 你愿意去想象怎么样的历史 承认什么样的事实 不是一个人你自由的选择 不是自由意志 而是与你是接触到的这个信息 和知识结构有关的 即使在你脑海里边 或者你眼睛里看到的 所谓的这个客观 也是受到当下的这个思考空间 以及这个片面的 被怎么说呢 被现代主义的知识霸权 所阉割的这个信息结构 所限制的 所以回顾历史是当下 与过去的不断的重复的对话 我们人的记忆其实不像胶片 或者数码一样 是一帧一帧的这个顺序的记录 而是这个用什么话来说 用量子力学的这个 这个这个语言来说 就是脑海里边各种信息 顺间他说的这个产物 所以在构建历史的这个当下吧 就此刻什么样的思考 什么样的事件 什么样的情感被纳入 都会产生出不一样的历史 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 当然上边这个说的比较泛一点 那我们更应该关心的 或者我们应该质问自己的 是我们应该带着怎么样的感情 怎么样的关怀去看待一段历史 即便我们想到了 又如何能够真正的去进入 真正的能够去做一些尝试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需要听 戴老师的课 学习戴老师的思考方法的这个地方 后天晚上呢 就是也是西南大学的薛翠老师 薛翠教授 他在国人读书会上 有一个这个讲座 是后天晚上的这个时间 他是准备要谈全球第三世界 或者我们南南弄台 我们说的这个南南地区的 这个香葱建设经验 到时候也是我主持 我在写这段导演的时候 其实我就非常的难 就是迟迟也不能下笔 原因就是我觉得 今天的这个年轻人 还有多少人关注香葱 关注底层人的生活 有多少人还说去关心 拉丁美洲啊 非洲人的这个苦难 更别说去再去回顾和介入 他们这个曾经经历过的苦难的历史 所以这个我也会陷入一些尴尬和困惑吧 我想今天晚上 戴老师的这个讲座 和他谈到的几部电影 就我们现在这个控局 或者困惑而言 可以可能会适当的给出一些答案吧 那今天晚上的题目 就是在这个系列讲座里边 第一讲是关于记忆 记录和证言 主要涉及这个古斯曼 关于智利的几部纪录片 我们之前都把名字发出来 也有一些链接 希望大家都看过了 那好吧 就是我们现在就有请戴老师 来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 我们欢迎戴老师 大家晚上好 在这个Zoom会议室当中的朋友 和B站上的朋友 B站对于我来说 一直是一个令我好奇 同时有一点惧怕的空间 那么不要再一次引证 让我多少有点愤怒的后浪 不论这个不去谈这个后浪 但是B站确实是一个年轻人的空间 是一些非常非常年轻的朋友的空间 对于我来说 也就是代沟的彼岸的一代 一代人 那么隔着如此宽广 这个极深极深的代沟 我不知道 我的再透过荧幕 在隔着荧幕 我不知道我 能有多少信息 抵达到那个空间当中 和有多少信息 能够跟你们形成共振和交流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 我愿意去试 尽管我知道 这个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我还是假定 大家都是老朋友 我就要先用玩笑开始 那么就是这次讲座 极其所谓的这个系列讲座 都是刘建枝老师的讹诈的结果 因为上一次做人类之为的讲座的时候 我错误的立举了三部片子 但是我重点讨论了两部片子 然后结束之后 刘老师就在午夜给我打电话说 你必须讲第三部 那么我说第三部不只是第三部 第三部将牵引出很多问题 他说那你就一个一个的讲来吧 事实上我并没有郑重的承诺 给刘老师这个系列 但是刘老师已经武断的 这个权威的公布了 将有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存在 于是我就平白的 多了一个巨大的功课 刚才小灰当然是一美之词 但是确实是 我不仅被迫重看古斯曼的三部曲 而且还要重看古斯曼的 并不是非常繁多 但是极端的丰富的影片序列 而且要重温那一段 对于我来说是有切腐之痛的历史 二十世纪的那一段 智力的历史 也是冷战的历史 也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历史 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的部分 每一次要重新重访 二十世纪的拉丁美洲 每一次要重访 二十世纪的第三世界 尤其是重访 拉丁美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拉丁美洲的两位巨人 两位伟人 那么就是萨尔瓦多阿联德 和切格瓦拉的时候 我总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或者说很难没有一个 巨大的情感的投入 那么不止于 跟今天可能在屏幕那一端的朋友 就坦白 我曾经受到过 国际学术界的指责 国际学术界 当然不是所有人 某些人指责我 说我的学术性的工作 在我的学术性的工作当中 经常会让道德义愤 压倒了学术理性 也就是说 过强的情感热度 使我不够客观 不够理性 不够科学 我接受到了这个批评 但是不想改正 然后这个时候 我会转而 坚持我的性别身份 我说至少 在一个性别歧视的 指人系统当中 情感是女性的特权 而没有情感 或者情感缺失 我认为是今天的 二十一世纪的 世纪病 我庆幸 我不属于这样的一个 患了世纪病的群体 所以我坚持 我健康的激励 好 这是玩笑了 玩笑式的开端以后 我们就进入到 今天的命题当中 而事实上 我的另外一个后悔 不仅是因为 刘健之老师 平白的 给我增加了一个 一门课的 超过一门课的工作量 而且 另外一个后悔是 看似我今天 只想跟大家分享 古斯曼的纪录片 甚至只想跟大家分享 古斯曼的一部纪录片 但我接而发现 要讨论这一部纪录片 珍珠纽扣 它事实上 我不可能脱离 这部纪录片 所从属的 那个三部曲序列 也就是这个 豆瓣上翻译为 故乡之光 现在在场的 这个 卫然老师的翻译 我更喜欢 叫光尘之意 我会使用他的译法 光尘之意 那么第一部 光尘之意 第二部 珍珠纽扣 第三部 孟知山脉 而孟知山脉 制作完成于 2019年 事实上 它也就是在 疫情泛滥 全球的时候 才开始在全球 这个 流传 那么我不可能脱离 三部曲 而这三部曲 不是独立的 这三部曲 从属于 古斯曼的影片序列 那么熟悉 电影研究的朋友 可能就说 你在做电影作者论 你在做导演研究 那么一个 二十世纪 到今天 全球最重要的 纪录片 全球最重要的 电影艺术家 古斯曼的影片序列 是你要坐落 珍珠纽扣 和坐落 智力国家三部曲 的一个参照序列 不然 我要回答 不是这样 或者不仅是这样 是因为古斯曼 某种意义上 是二十世纪 电影史 电影艺术史 电影文化史 电影思想史上的 一个特例 如果我夸张一点说 它是一个奇迹 因为 他的一生的 大部分时间 是在流亡 这个海外客居 做移民知识分子 做移民艺术家 度过的 他一生当中的 四十六年 是在流亡生涯 当中度过的 搞学术的朋友 会知道 有个很时髦的词 叫Diaspora 叫家国之外 或叫无家无国之人 在这四十六年的 漂泊 流亡 被自己的国家 所放逐 被自己的国家 所通缉 到他可以返回 自己的国家 却已经不再拥有 自己生存的可能 和生存的空间 只能继续在海外 漂泊的 四十六年间 他拍摄了二十部电影 他制作了二十部电影 二十部纪录片 而他作为一个特例 他作为一个奇迹的理由是 这二十部影片 只有一个主题 这二十部影片 顽强的 原创性的 独特的 在坚持着一个主题 那么这个主题就是 1973年911 智力军事政变 为智力军事政变 所推翻的 智力民主政府 智力民选政府 为政变军人 所杀害的 合法总统 社会民主主义者 萨尔瓦多·阿联德 他在 四十六年间 直到2019年 用二十部影片的序列 在凝视着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事件 在重复地处理着这样的一个主题 而所谓重复地处理这样的一个主题中 近乎没有任何重复 因为他的这个奇特的工作 纪录片的世界被拓展 纪录片的声誉被提高 纪录片的事实 成为二十世纪历史书写当中 一个重要的事实 上一次我引证过那句话 我说 克拉卡尔说 中名电影理论家克拉卡尔说 或许影像是历史的孤注一致 或许经有影像 我们可以挽救历史 或许经有影像 我们可以拥有历史 或许经有影像 我们可以因再度拥有历史 而再度拥有未来 那么古斯曼的影片序列 当之无愧的 可以成为克拉卡尔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这样的一个预言 可能获得的一个非常特殊的 也是非常出色的例证 好 那么为了我再一次背叛自己 又做了PPT 这个PPT我做了好久 三部影片 我不仅重新全部看过 三部影片 我都做了 每一部影片做了几百张截图 所以我非常骄傲 除了古斯曼的照片 除了古斯曼的工作照 每一幅剧照都是我截出的 都是我截图制造的 那么我背叛了我反PPT主义者的 这个坚持和立场 一方面因为我要处理的是影像 我的讨论对象是影像 一方面我还是想照顾 没来得及去看这些电影的朋友 但是我当然要说 这种静态的影像 这些截图 最多最多只是 艺术作品的一个体育 艺术作品的一个提醒 一个招中福 而不是他自身 要了解古斯曼 去看他的电影 所以我接下来 跟大家共享屏幕 我还想用那个笨办法 我尽可能的 快的 跟大家分享 一下这个PPT 只是给大家一种 图像的体会 或者对于影片的提示 而后我们进入到 对影片的这个 我想跟大家分享和讨论的 一些议题当中 但是刚才我说 我的后悔 重要的后悔来自于 我发现 这不仅是 一部影片 而是三部曲 这不仅是三部曲 而是一个影片序列 这不仅是一个影片序列 而且 而是一个电影人 对二十世纪历史 所做出的一个独特的证言 和独特的回应 独特的书写 而 这份独特的证言 和独特的书写 牵涉到一段具体的历史 牵涉到二十世纪 一个巨大的创口 我说它不是伤疤 因为它尚未痊愈 一会儿我会说 为什么我认为 1973年所发生的事件 是一个尚未痊愈的伤口 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 纪录片 我要跟大家分享影像 我要跟大家分享 电影美学 电影艺术 但是 这太不够了 古斯曼的美学 古斯曼美学的魅力 或者用美国的研究者的说法 古斯曼这三部曲不是影像 不是纪录片 它是哲学和诗 那么我们当要讨论 它的影片 它的影像美学 及其影像美学所负载的哲学和诗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 不去处理 这个诗是关于什么的 换句话说 我们不可能完全回避那段历史 但是我发现 别说一个半小时的讲座 可能开一门课 这是我最喜欢开玩笑的 当我说一个问题比较大 比较重要的时候 我会说 这门课要 这个命题要开一门课 写两本书 但是大概这个命题 是一门课两本书都不能完成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个 先跟大家分享PPT 给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 一点影像的提示 同时也希望 在PPT的分享当中 跟大家形成一点共 共享或者共识 就是关于我如何看这些电影 我如何理解这些电影 或者说 我的观看当中 我的思考当中 这些电影在对我们提示着什么 封面停留的久一点 是因为封面上有一张照片 就是古斯曼 我没有真的去做印证 我认为这应该是 珍珠纽扣的工作照 珍珠纽扣的工作照 好 然后我们 大家看看古斯曼 看看古斯曼 刚才我说 它是一个特例 它是一个奇迹 它是20世纪的电影史上 它已经毫无疑问的 留在了20世纪 21世纪的世界电影史上 而且它也成为 再一次的成为一个 纪录片导演 同时和世界所有的 以故事片为自己创作 每一切的电影艺术大师 笔尖的一个伟大的电影艺术家 那么事实上 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 智力国家三部曲 每一部都入围多个国际电影界 不断地赢得 当然这后面就有很多的文化的 社会的哲学的命题 可以去讨论 它赢得了很多个欧洲电影家 尽管它是一个拉丁美洲人 它在讲述一个拉丁美洲的故事 好 那么 刚才已经讲到 古斯曼作为一个特例 作为一个奇迹 他的影片序列成为了 历史的孤注一致的影像 作为历史的孤注一致的最佳例证 是因为他所有的影片 锁定了一个事件 一个主题 我尽可能的简短 尽可能的清晰 尽可能的 不被感情带走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所处理的这段历史 他所处理的这个 二十世纪 在冷战两大阵营的铁血对峙当中 极端独特的一个事件 又是极端典型的一个事件 好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图片 看一看这位二十世纪的伟人 二十世纪全球六十年代 第三世界崛起 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萨尔瓦多·阿联德 萨尔瓦多·阿联德 这个智力的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 信奉社会主义的思想 同时 毕生信奉 议会道路 和平主义 反对暴力 反对武装 他相信通过民主体制 能够抵达社会变革 于是他一生作为民主体制当中的一个政治家 直到1970年 他在这个民主选举当中获胜 当选了智力总统 下面的这两个图画非常有意思 那么一个图画是他对工厂工人的 在工厂跟工人的演讲 大概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构图 这张照片的场景 这张照片当中的登场人 会给有一定历史感觉的朋友一个提示 说这个确实是个社会主义者 那么同时我要做提示 就是在这一次准备 再一次准备这个序列的过程当中 我又重新阅读在我电脑里面的 我看了一下 是这个75页的关于智力政变 关于萨尔瓦多阿联德 关于皮诺切特的资料 然后我又一次震惊地读到一些中国媒体和中国网友们 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和评论 比如说其中一条是 萨尔瓦多阿联德是一个同情心泛滥的 不合格的政治家 好吧 再一次回到情感 再一次回到同情心 再一次回到同理心 再一次回到共情 再一次回到政治社会文化当中 是否必须包含这样的一种同情心 同理心 一种朝向多数 朝向底层的目光 好 下面一张照片 专门选的 因为在这张照片当中将出现两位主角 两位主角 这两位主角是古斯曼纪录片序列的两位主角 也是这段历史事件的两位主角 也是二十世纪历史当中的两个重要的角色 也是二十世纪留给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沉重的谜团 当中的两个角色 那么就是当时的智利总统 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联德 和由他所任命的陆军总元帅 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 皮诺切特 好 那么下面一幅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创口 这个悲剧性的时刻 非常戏剧性的是 它也是9月11号 当911针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 世界电影人曾经拍过一个集锦片 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导演都 参加每个人拍一个小的段落来回应 911这样的一个所谓恐怖主义袭击 对全球所造成的震惊 那么在这个集锦片当中 一位拉丁美洲导演说 911吗 好吧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他的故事是1973年911 那么这就引申出了在整个的20世纪的历史当中 在20世纪拉丁美洲的历史当中 在20世纪第三世界历史当中的美国角色 美国角色 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随便上网查一查 智力军事政变 查一查萨尔瓦多阿联德 查一查皮诺切特 查一查1973年911 你们会读到 不够丰富 但是也足够了的资料 那么从萨尔瓦多阿联德 开始在竞选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 有可能当选开始 当时的美国政府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 好吧 我不知道这对于大家来说 是不是太遥远的一个历史 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 应该是熟悉的 当时的美国总统叫尼克松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叫基辛格 那么这位总统和这位国务卿 分别做了一个有趣的表述 其实没那么有趣 我只是太习惯了 使用了有趣这个修辞 那么美国总统尼克松所做的表述 就是说美国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失败 就是他们居然让古巴成为红色的 所以我们绝不能目睹 在拉丁美洲有另外一个红色政权出现 所以美国将不遗余力 让这样的危险不会出现 于是美国政府动用CIA 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 用尽一切办法试图使阿联德无法当选 而阿联德当选以后 美国的举措升级 这个时候阿联德当选第三天 美国的有关机构已经决定 我们 我们期待 还是我们准备用军事政变的方式 来结束这个红色政权 讲得太政治了 来听电影的朋友 可能你们已经逃跑了 那么你们就没关系 胜利大逃亡 基辛格的说法更有趣 基辛格的说法是说 我们不能做事 那些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民 选择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大家注意到这个矛盾是在于 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民众的选择 但是他由此 因为民众居然选择共产主义 他由此得出结论说 他们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不能做事 这让我们想到这个 二十世纪伟大的文学家 剧作家布莱西特那个说法 说这届人民不行 这届人民不行 把这届人民解散了 咱们再另外找一些人民去 这当然是非常可笑的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政治玩笑 那么在一系列的 政治的军事的 间谍性的 暗杀性的努力之后 终于在1973年9月11号 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 在美国100万美元的装备和赞助之下 发动了军事政变 上午10点钟军事政变开始 军队以全部的重析械 坦克机关枪打炮 开进自己的首都 11点他们向总统府喊话 要求总统萨尔瓦多阿联德 向他们投降 交出政权 萨尔瓦多阿联德拒绝 而这个时候 总统府调动了直升飞机 开始撤退总统府的工作人员 大部分总统府的工作人员被撤离之后 人们劝说 人们几乎迫使总统也趁直升飞机逃离 但是萨尔瓦多阿联德的回答 是非常著名的回答 他说拉丁美洲的历史上 政变是不断发生的 因此拉丁美洲充满了逃亡的总统 他说但我不是其中一个 因为我是民选总统 我是合法总统 我要在我的岗位上 工作到最后一分钟 那么非常悲剧性的是 在这个时刻 萨尔瓦多阿联德带起了钢盔 拿起了冲锋枪 和总统卫队一起 决定武装保卫总统府 而对此的回应是 政变军人以直升飞机 以战斗机 轰炸总统府 在大火当中 萨尔瓦多阿联德殉职 而军政府对外宣布他自杀 他自杀 那么如果大家熟悉 二十世纪拉丁美洲的历史的话 你们会知道 萨尔瓦多阿联德是一个英雄 殉难者 劣势序列当中的一个 一个战斗工作到最后一分钟的斗士 而同时他也是拉丁美洲历史上 那些尸骨无存的英雄当中的一个 我经常很喜欢这张 政变成功之后的 政变军人的合影 坐在最前面的这一位 戴着墨镜的这一位 当然就是皮诺切特 我总是会 每次展示这部照片的时候 我总会开玩笑 我说人家压根都没想装好人 人家把那个恶棍 这个暴徒的那个嘴脸 直接的以视觉的造型的形象 呈现在人们面前 但是 如果我们仅仅把我们的目光放在1973年 放在1973年到1975年 或者到1978年 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这段历史上 历史的时候 我以为这似乎是一个善恶是非 非常清晰的历史 为了能够让大家多少体认这段历史 我在这个纪录片序列当中 推荐大家看了一部电影 就是圣地亚哥在下雨 如果大家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可能刚才我的话就说多了 我不需要给大家描述 因为这部电影是以 1973年9月1日黎明 这个智利的港口之外 在公海与智利的海岸线交界的地方 停着一艘美国军舰开始 以这个整个政变的发生 到政变的 我必须画引号 成功而告终结的 这样的一段时间 为他的现实时间线 由此串起了 萨尔瓦多阿联德的竞选 然后成功 集齐他最初的执政 这段岁月 而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 或者大家是否意识到了 这部电影 也是一部 非常非常特殊的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是一个 关于真实政治事件的电影 而这部电影 在政变的一年之后已经开拍 导演是一部 一位智利导演 除了这部影片之外 我也没有找到他其他的影片 我也没有了解到 他在电影史上的地位 但是极端奇特的是 熟悉电影的朋友 我希望你们辨识出来了 或者希望你们注意到了 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 出演的 扮演那个历史事件中的 真实角色的演员 绝大多数都是当时 欧洲的一线明星 而这部电影非常奇特 它是智利导演的 它是由大量的欧洲 主要是法国的 一线明星出演的 但是电影是在当时的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拍摄 换句话说 这部电影是一部故事片 但是它是在一个 真实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后 几乎即刻就开始拍摄的 而这样的一部电影 是一个几乎是一个用虚 就是用故事片的名义 来完成的纪录片 因为它完全是扳演 对吧 就是人们来演员 来扳演 真实的人物 来重演 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 它实际上跨越了故事片 和纪录片的境界 它跨越了拉丁美洲 和欧洲的境界 它跨越了政治性的抗议行为 和电影艺术 或者说电影明星的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鸿沟 我大概可以想见 所有的人都是志愿者 和免费出演的 因为以这样的一部影片 你是不可能去雇用 这么多的一线明星 来加入到影片的表演 和拍摄当中的 而同时 如果大家有历史感的话 会知道这部影片 多么的独特 因为这部影片 好吧 我错了 我不应该把皮诺切特 这么久的放在大家面前 我不想看他了 一会儿我们再看他 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 我说大家会更震惊的 一个事实 就是他居然跨越了 当时水火不容的冷战分界线 这部主要由 西方的电影人 所制作的电影 居然是在东方阵营 的空间和土地上 拍摄的 那么我要说什么 我一个人说 推荐这部电影 是为了能让大家 以某种方式去体认 那个历史事件 同时推荐这部电影 是为了告诉大家 在这个野蛮的 丑陋的历史事件 发生的那个时候 全世界是多么的同仇敌开 全世界是多么的拥有共识 在这个事件当中的 是非善恶 曾经是多么清晰 但是今天回望这个事件 远没有这么清晰 我回到 我回到这一幅PPT 因为皮诺切特 以这种方式 截取了政权 皮诺切特 在截取这个政权之后 废止宪法 这个宣布 所有的民间的 社会组织为非法 剥夺了全社会的 几乎全部的 基本权利和自由权利 然后大规模的逮捕 集体性的屠杀 支持萨瓦多阿联德的人们 群体 大量的青年学生 工人 教师 记者 教授 艺术家 被逮捕 被折磨 被杀戮 按照今天的 智利政府的 这个官方材料 有至少有 三万八千人 被逮捕 被施以酷刑 被虐待 而按照民间材料 这个数据 六 这个一倍 是六万到七万的 这样的人 而 曾经 皮诺切特 一次性的屠杀 数千人 这个事件的结果 造成了十几万 智利人 流亡海外 那么 这也就是 同时期拉丁美洲的 一个特殊的 政治现象 用阿根廷的 那个特有的 那个名词 就叫肮脏战争 肮脏战争 而 比诺切特 治下 这个暴行 造成了 大量的 知名社会人士的 人间蒸发 他们创造了一种 特殊的 群体性的 失踪者 而在这样的暴行 这样的野蛮 这样的残忍的 事件发生之后 曾经人们相信 是非昭然若皆 公道 自在人心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但非常不幸 历史的事实 并非如此 皮诺切特 截取政权之后 从 实际上的 军事独裁者 逐渐把自己 转换为了 国家的执政人 而 在他废止了 宪法 废止了所有的 现行的法律 和民主制度之后 他自己主持了一个宪法 起草委员会 并且在数年之后 1980年 出台了新的宪法 并且经由新的宪法 及其全民公爵 宪法是全民公爵的 总统是全民公爵的 把自己转化为了 合法总统 为了表明 他是合法总统 所以他就辞去了 陆军总司令 然后第二年 以总统的身份 授予自己为陆军大元帅 他的合法统治 延续到 1990年 1990年 他 主持 推动了社会民主化 他说 我不当总统了 我卸任 我把军人政府 转化为一个文人政府 我不当总统 我回去当陆军总司令 他作为陆军总司令 到1998年 1998年 他不做陆军总司令了 他辞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但是同时宣布 他将保留 前总统的全部特权和豁免 2006年 很近 我觉得很近 2006年 他才寿终正寝 他的棺木上覆盖的国旗 由军人仪仗队 给了他庄严的赃 不仅如此 在他的治下 治理经济起飞 治理经济高速发展 在治理经济最好的时候 曾经年GDP增长达到了 20%的速率 治理曾经被美国所主持的经济学者的组织 评价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投资环境最好 人民生活获得了最大改善的一个国家 于是 我们如何回望那段历史 我们如何评价皮诺切特 今天上午 偶然的我打开知乎 发现知乎上有这个问题 叫如何评价皮诺切特 回应不太多 两个回答病例在那里 对我来说 意味深长和足够了 一条评价说 皮诺切特 一个未遭审判的人民公敌 另一条叫做 一代为人改造智力 那么我们仅仅是面对着一个 功过相交的 复杂的历史人物吗 我们难道 面对的是一道历史的谜题吗 我们难道面对的是一个 人的复杂 人性的复杂 历史的复杂吗 我以为不是如此的 我以为这正是 这样的一道谜题 把1973年911那样的一个 仍然鲜血淋漓的创口 那样的一个冷战历史年代的 一个标识性的事件 不仅把那个时刻 那个事件再度带到我们面前 而且经由那个历史事件 显影了我们经历世纪之交 进入21世纪的 我们所置身的世界 我努力地说 我不能够讲得跑得太远 我不能够太多地去进入到 关于历史 关于政治 关于有关的议题当中 但我还是讲多了 还是讲多了 我们回来简单地看一下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是这个古斯曼的这个影片序列 我只是找了三部代表性的来给大家 做一下分享 那么很好玩 大家可以看一看年轻的时候的古斯曼 似乎他一直是个美男子 对吧 至少在我看起来 他还是蛮漂亮的 那么他实际上的电影生涯的起点 也就非常有意思 他自己的个人生命 他的电影生涯重叠着这段智力的历史 他拿起摄影机的时候 开始拍的是纪录片 也就是后来以智力之战而著名的 这个在电影史上被视为真实电影的 重要代表作品的这样的一个三部曲 当时他只是拿起摄影机 去记录 萨尔瓦多阿联德的政府 记录萨尔瓦多阿联德的执政 记录萨尔瓦多阿联德 试图尝试的社会改革 影片拍摄了大量素材的时候 政变发生 古斯曼被逮捕 古斯曼事实上是大家在圣地亚哥在下雨的 那个最后的场景就是被赶在赶到那个巨大的 被塞满了 被驱赶到那个巨大的体育场当中的人群当中的一个 他非常幸运 没有被直接杀戮在那里 然后他携带着他的胶片逃亡到海外 在海外剪辑完成了三部曲 《智力之战》 这是他的创作生涯的开端 而同时 好 一会再说 我说他的创作生涯的开端 这三部电影当时广泛的被在世界范围之内放映 以此为开端 他毕生在继续着这个追问 在继续着这样的记录 在继续着这样的证言 在坚持着记忆的权利 那么必须还回去补充一下 1973年9月11日 皮诺切特在美军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支持和政治指导之下 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公然的野蛮的残暴的军事政变 而继尔是这样的一个20世纪史上最丑陋的最残忍的肮脏战争 我说我后悔接受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被迫再去读那些证言 那些被迫害者的证言 那些流亡者的证言 那些控诉者的证言 那是够让人发疯的一件事 那是足够让人发疯的一件事 我用一个非常不严肃的比喻 我说我重新读那个证言的时候 我说那么萨德的小说当中的所有的肆虐场景都黯然失色 那种丧尽天良 赋予想象力的对人的肉体的折磨 对人的精神上的折辱 对人的尊严的践踏 这是我们在三部曲当中看到的 那么事实上古斯曼非常非常非常节制 他只是在空镜所组成的蒙太奇镜头当中 用语言去陈述他们所使用的暴行 他也用平静的语调说 这些酷刑 这些刑讯 这些折磨 没有任何情报价值 因为被拷问者并不拥有任何秘密 这是病态的施虐者 为了他的快乐 所完成的单纯的施虐 它是一个被打开的 如同纳粹罪行一样再次被打开的人性的黑洞 人性的深渊 这事实上是二十世纪最沉重的历史概率之一 所以我们上一次讲跟大家分享人类这部影片 我跟大家分享人类的导演的那句话说 需要被拯救的不是地球 需要被拯救的是我们 需要被拯救的是我们之为人的人性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人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人性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他人共享和他人分享 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展开去讨论 但是每一个题目都这么庞杂 这么沉重 这么充满了悖谬 充满了悖论 充满了谜团 好 在简单地交代了这个背景之后 我们来进入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 中了的时候 古斯曼所开启的这个新的序列 而这个新的序列 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趣 我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看到 光尘之意 Nostalgia for the Light 光的相愁 光的相愁 光的怀旧 这样的这个时候 我就深深地被震撼和深深地被迷住 因为它的主题 因为它的思考 因为它的美学 因为这一切所汇聚成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冲击 所以这一次我是花很多很多时间去看对白 就因为我多次看它的时候都没有中文字幕 然后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古斯曼够话多的 够话多的 所以这个我终于可以潜心来精油字幕 来帮助我这个更多的去把握它的这个精油旁白 精油声音 这个对于电影来说重要的 但始终不是电影真正文本的这个路径所传递的东西 好吧 那么我的这个电影美学观念可能会受到年轻的朋友的抨击 我仍然坚持电影是视听时空艺术 但是电影的真正文本是画面 在我最新的思考当中 这是电影与电视的最大区别 我觉得电影是 今天的电影是默片的延伸 所以画面才是电影真正的依据和电影的文本 我以为电视是广播的延伸 所以声音才是电视的真正生命 在电视当中更多的是画配声 而在电影当中永远是声配画 而且我的确认为 即使对于《光尘之意》这样的电影来说 如果我完全的是一个文王 甚至夸张一点说我是一个笼子 我也能够获取足够的信息和足够的冲击 但是如果我不是笼子 如果我还能够听懂那个优美的西班牙语 我会获取更多的信息 更为丰富的信息 非常快地跟大家通过PPT 我可以回忆一下整个影片的影像及其叙事过程 因为《光尘之意》所开启的不仅是 《智力国家》三部曲的第一部 而且在《光尘之意》当中 古斯曼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影像结构 一种新的叙事结构 而这种新的影像结构和新的叙事结构 事实上开启了一种重启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忆 质询二十世纪的历史债务 以及站在二十一世纪去面向过去 争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真的觉得《光尘之意》 是一个开启性的作品 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电影的 影像的 历史的 现实的 方法论 可能有点夸张了 但是对我来说 这确实是一个方法论的开启 昨天和刘剑之老师讨论 我认为在三部曲当中 《光尘之意》最丰满 最丰富 而第二部 最成功 我认为最完美 最成功 第三部 我认为相对的简单 但是第三部 也许是一个揭迷之作 第三部 用更为直接和简单的方式 把古斯曼作为我的同代人 其实他应该是比我更年长 作为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忆的持有者 同时是对二十世纪历史记忆的坚持者 他的最为直接的 最为真实的情感 问题 是在第三部当中来呈现的 好 还是快一点 大家注意到 我说在《光尘之意》当中 古斯曼开启了一种路径 古斯曼创造了一种方式 是因为他同时创造了不同的影像序列 而不同的影像序列 负载着完全不同的参数和坐标 负载着完全不同的时间与记忆 我说《光尘之意》 所有的故事是建筑在一个特定的 智力的自然空间之上 那么就是这个 阿塔卡玛沙漠 古斯曼用了非常诗意的语言 从外太星往地球 那么地球这颗蔚蓝的星球上 唯一一块棕色的补定 就是这个阿塔卡玛沙漠 因为阿塔卡玛沙漠 是地球上近乎唯一一块 完全没有水的沙漠 所以它是棕色的 因为完全没有水 所以它具有最清晨的空气 同时作为高原 它是地球上最接近星空的地方 于是这个最成名的 最接近星空的地方 就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天文台 于是经由天文台 经由天文观测 经由天文学家的工作 形成了这个故事当中的第一重时间 宇宙时间 宇宙时间 所谓宇宙时间是以光年计算 从几万光年到几十万光年 这几乎是一个人类生命 难于去想象 更无从去体验的时间 而且借助天文望远镜 和作为一个纪录片摄影师 他不哀悼胶片时代的消亡 他说如果没有数码戒指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拍到如此奇特 如此奇妙 如此美丽的这个天文图像 好 天文台 天文台所观测到的宇宙 星空 星体 宇宙时间 而经由阿塔卡玛沙漠 它带入了另外一重时间 同样是人类生命无法去度量的 那么叫地质时间 地球的形成 地壳的运动 地球空间 然后它带入了人类时间 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生命 上古文明 最早的那些无名的 在史前的历史当中 穿越沙漠的旅人 留下的岩画 他们的尸体 在沙漠当中自然形成的木乃伊 好 在访谈当中 古斯曼说 这个 印第安人素有把木乃伊 视为神圣神圣的禁忌的这样的文化 所以为了尊重他们的文化 他没有要求打开那些木乃伊 没有去要求更多的拍摄那些木乃伊 只有这一句例外 好 人类事件 是我们现在的文 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为文字所记录的文明 要悠久 悠长 遥远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 而也是在这个记录 在这样的三重时间被建立之后 宇宙时间 地质时间 人类文明 上古人类文明时间之后 他经由一位历史学家的口 一个受访者的口 引出了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间的 一个被谬性的文化状态 那么就是我们不断地追寻我们的文明 我们不断地追寻上古文明 我们向外去追寻太空 我们去追问生命的起源 宇宙的起源 但是我们却藏起最近的过去 我们藏起19世纪的历史记忆 我们藏起21世纪的历史记忆 我们有意或者无意的经常是有意的 在藏买抹除 遗忘这个最近的过去 在那个对白当中 历史学家说 我们藏起我们最近的过去 好像历史会控告我们 事实上 可能确实如此 我们必须遗忘 否则的话 我们可能会遭到历史的控告 而在这部电影当中 这个被藏起的最近的过去 是拉丁美洲的殖民史 是拉丁美洲的工业史 是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的历史 由这段被藏起的过去 引出了同样在阿塔卡玛沙漠上面的 以奴工式的矿工的坟墓 他们的简陋的 已经开始朽坏的十字架的群落 然后他们的宿舍 因为沙漠环境而被保持着 完好的他们的遗物 而由这儿 顾斯曼进入了他一以贯之的图题 实际上到这儿的时候 纪录片已经进行了二十分钟 那么这个昔日矿工 奴隶式的矿工营地 曾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被改造为皮诺切特的 最大的政治犯集中营之一 那么在这儿 他已访问到了两个幸存者 大家一定记得 而非常的奇特 我觉得超出我们的经验 超出我们的想象 超出我们的意外 他所找到的两个幸存者 一个是回忆了 在集中营当中的天文爱好者小组 他们怎么试图在那样残忍的环境之下 去观看 阿塔卡玛沙漠上的星空 去制作观测的工具 而另外一个奇特的 被囚禁在这里的建筑学家 他被人们称为记忆建筑师 他怎么用他的双腿去测量集中营 他怎么在夜晚把他们勾画出来 然后在天亮的时候把他们销毁 以这个办法 把那个不容记录 不容书写 不容传播 被抹除 被淹没的记忆 留存在自己的心里 当然非常残忍地说 这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的幸运 这是生命 但是同时他是生命的悲剧 就是这个以记忆 作为自己主要工作的老人 同时陪伴着他 患了阿兹海默症的妻子 他的妻子已经完全失忆 好 我不更多地说 在这儿大家直觉地看到 所谓影像 那个监狱的墙上 曾经囚犯们写下的自己的名字 囚犯们在监狱的墙壁上 写下自己的名字 究竟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心去体味 但是 影片拍摄的时候 这些名字已经斑驳 那个抚摸着这个斑驳的墙壁 念出一个一个的名字的人 不是根据写在墙壁上的字迹 而是根据他心中 那个不可能被磨灭的记忆 在宣读 这个这幅墙壁 对应着后面的一组 非常强有力的画面 就是照片墙 就是照片墙 好 经由这样的一个记忆 当然非常有意思的是 有个过渡 我就没有再用画面来表示了 就是在阿塔卡玛沙漠天文台工作的 那个29岁的工程师 而这个工程师是 政治流亡者的孩子 他从欧洲返回智力工作 由这儿 影片已经近乎于40分钟的时候 出现了这部影片的真正的主角 就是那些 那些在沙漠上 如同考古学家一样的 在27年的漫长岁月当中 去发掘 希望找回亲人的遗骨 的妇女 寻找队 妇女发掘队 他们是母亲 他们是妻子 他们是姐姐 他们想在这个当年大量的杀害 和大量的集体性的抛尸的沙漠上 找回亲人的遗骨 这固然有拉丁美洲的文化 有智力 与印第安原住民的文化 相交融所形成的文化 也有人类古老的 那个共同的 朴素的需求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不更多的去重复了 大家去看那个电影 对吧 作为主角被访谈的两位 仍然在坚持的 妇女发掘队的成员 一个告诉他 告诉我们 在告诉摄影机说 他找到了弟弟的一只脚 而我们看到的 这位已经70岁的老人 他也找到了亲人的一片 下河谷 但是他不满足 他不想停止 他说 他是这样活生生的 整个被带走的 我不接受 你只还给我一片 一片骨质 那么这后面 就是太多的 也是古斯曼在其他影片当中 处理过的 也是众多的 关于皮纳切特政权的 暴行的资料所展示的 他们大规模的杀戮 他们大规模的抛尸 在这个古老的沙漠当中 但是 继尔为了消失匿迹 他又动用军队 把这些尸骨起出 再分散抛洒 包括抛向大海 这就是珍珍珠扭扣的 这就是珍珠扭扣的故事 不更多去展开去讲了 那么这些 这些政治受害者的家属 这些暴行的直接和间接的受害人 这些拒绝遗忘 也无法遗忘 因为那个伤口 无法痊愈的人们 他们在沙漠上的寻找 他们和考古学家 在沙漠上工作着的考古学家 之间所形成的 共同 所形成的对话 考古学家教授他们方法 他们把他们的发现 报告给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用考古学的方式 帮助他们发掘政治遇害者的尸体 那么同样在这片沙漠上工作的 天文学家说 我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从过去的遗迹当中 获得信息 他说不同的是 我们工作完了就睡得很沉 而他们回去的时候 无法入眠 好 大家注意到到这的时候 宇宙时间 地质时间 上古人类文明时间 被藏起的最近的过去 也就是近代历史 现代化的历史的时间 和二十世纪 那个悲剧性的历史时刻的时间 相遇了 重叠了 相互参照 在这个时刻 我们超越了二十世纪 那个具体的历史情境 我们超越了 对二十世纪 那个具体的历史事件 历史暴行 历史悲剧的追问 同时 我们要经由 如此丰富的空间层次 重返那个历史现场 重返那个历史时刻 我们重新在生命的意义上 在人类的意义上 去认知 暴行 去认知灾难 去认知罪恶 我非常喜欢这一组 就是它再次回到这个太空的 壮丽的太空的这个图像 它再次回到星体 而到最后一幅的时候 我仍然以为是一个星体 镜头拉开 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头颅 这是一个颅骨 然后它引申出钙 这个构成骨头的 基本元素 而它告诉我们说 只有人类的骨质 人类的骨质是最密集的钙 而钙是构成万事万物 构成宇宙空间的 最基本的元素 那么很有意思的 我说在这儿它形成了 正是这个三部曲的 最为惊人的 或者说对我来说 最具冲击和启示的一面 我们 当我们说 需要拯救的不是地球 需要拯救的是我们 需要拯救的是我们的人性的时候 似乎我们重回古老的人道主义 似乎我们 当我们以人 人类之名 重提人类之为 重提人类共同体的时候 我们似乎是要重申 事实上是现代历史 所发明的 关于人的神话的时候 古斯曼所创造的这种方法 古斯曼在这个影片当中 所形成的多种时间 多种参数的这个彼此重叠 又一次把我们带离了 人类中心主义 不仅把我们带离了 人类中心主义 而且给我们那样的一种 饱含着爱 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去直面 人类文明的 美丽 和人类文明的丑陋 人类文明中的暴行 如果我们仍然坚持 这样的爱 如果我们仍然坚持 这样的人类的自我期许 人类的自我指认的话 那么我们有没有权利 以金钱之名 以资本之名 以金钱资本所度量的 进步之名 原谅戕害人类罪 然后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这个赵偏强 因为他再一次的 一个奇特的影像 把我们带回了电影本体论 影像本体论 又经由电影本体论 影像本体论 把我们带向了历史记忆 带向了历史 经由影像来尝试 做出他的孤注一致的时候 我们是否可能获胜 因为这些照片墙是影像 这些照片墙是记忆 这些照片墙是对记忆的 重生和坚持 这个照片墙 让受害者不再是一个统计数字 而是一张张活生生的脸 他告诉我们他们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个体 他就这样的被抹杀 这样的被杀戮 这样的被列入失踪者名单 这样的人间蒸发 但同时我们看到 这些照片斑驳了 这些照片被腐蚀了 这些照片剥离了 这些面孔很多都不能辨识 除了遗忘的政治学之外 遗忘又如此残忍的 在时光中 在岁月中 那我们如何记住 我们如何在遗忘面前去坚持记忆 我们试图记住什么 我们如何记住 非常喜欢那个影片的结尾 非常喜欢影片的结尾 这个天文学家吧 这些老人 这些女人 请进天文台 那么当然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一次想 想起那个访谈中的对白 他说我们有天文望远镜 为什么没有一个 可以透视地下的镜子 如果我们能够透视地下 我就可以推拉摇移 发现被掩埋在深处的亲人的尸骨 被掩埋在深处的被杀害者的尸骨 大家看到了 在影片拍摄过程当中 这个妇女的发掘队 她们找到了一具完整的尸体 一个女政治犯的尸体 然后镜头让我们看到了 她们被捆绑的双脚 双脚和双手 她们就是这样的被杀害 被抛尸在这个沙漠上 我也很喜欢古斯曼的这个结尾 他就说相对于宇宙 相对于宇宙星空 相对于星体 我们多么渺小 我们多么微不足道 但是小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还才玩不玩 我小时候还玩的 就是弹球 担子 她说小的时候 我们就在兜里装满了担子 我们也就是把宇宙 装在我们的口袋里 渺小的人类 伟大的人类 卑微的人类 和崇高的人类 我们的历史 我们短暂的 不值一提的历史 但是它也是我们的全部 最开始那个对话非常有趣 就是在这个画面中 出现的这个天文学家 他说 其实我们始终生活在过去当中 当我们看到星星的时候 它是几万光年 几十万光年之前 向我们闪烁的 当我们 意识到这个闪烁的时候 它经由我们的眼睛 经由我们的神经系统 已经滞后了多少多少多少 分之一秒 才被抵达 我们始终生活在过去之中 或者说 我们始终置身于未来之中 原体是 我们拥有过去 我们才能够 扩植我们的自我 我们才能够定位 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 我们才可能 去争取和创造未来 我本来是想通过光尘之意 跟大家分享 我理解的 古斯曼三部曲的方法论 但是我已经用了太多时间 那我们很快的 把我的重点 反而要 这个粗略一点的 去度过了 那么大家看过这个 好 我可以先 跟大家 这个 先关掉一下它 我出现了吗 那么我说这个 三部曲 它叫 智力国家三部曲 是因为 不好意思 这一次准备课的时候 我才真的找了 好几幅 智力地图来看 因为我们在第三部当中 看到那个 装置艺术 智力当代艺术家所说的 那个装置艺术 就是一个 巨幅的智力地图 然后 古斯曼在旁白中 告诉我们说 在智力学校当中 很难悬挂一幅 完整的智力地图 因为 它太长了 它是如此狭长的一个 国度 而且 我之所以要找这样的地图 不光是因为这个场景 而是因为 我第一次要认真的去 理解 认真的去获知 智力的土地 智力的国土 80%被安第斯山脉 也就是这个 第三部 孟知山脉 就是科蒂拉 科蒂拉利 科蒂拉瑞 应该怎么念 科蒂勒拉 科蒂勒拉山脉 80%是这个宏伟的 安第斯山脉 它像一个不可逾越的墙一样 分开了智力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 而在智力的一头 是高原沙漠 在另一头 是海 那么这个三部曲 第一部 是在沙漠之上 天文台的开端 而第二部 是在另一端 海 智力的海岸线 智力的海洋 智力的群岛 曾经 如此自如地生活在 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当中的 原住民 不同的原住民部落 不同的原住民部族 而第三部 它回到了 安第斯山脉 从沙漠开始 从大海开始 从山脉开始 自然的空间 自然空间所标识的自然的时间 与人类的时间 与人类的历史 与二十世纪 与1973年 彼此相关 好 我必须回去 为什么我不能够翻页了 好 第二部 珍珠纽扣 就是 在我的 审美取位 在我的美学判断当中 最完美的一部 作为电影艺术来说 最完美的一部 珍珠纽扣 我们非常快地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奇妙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种奇妙的影像 这种奇妙的纪录片时刻 背后包含了 多么巨大的工作 影片以一块 水晶石开始 而这块水晶石的独特 是因为它里面含了 一滴水 含了一滴水 它从这样的一个影像 这样的一个物像开始 然后再一次地重申 宇宙时间与地质时间 或者叫地球时间 地球是一颗水球 在今天人类的天文学 所能观测的范围之内 地球真的是一颗美丽的星球 地球之所以如此美丽 是因为它被海洋所覆盖 它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它也是一个 迄今为止 仍然拥有生态多样性的星球 因此它从外太空望去 不仅是未来的 而且斑驳美丽 那么古斯曼 重新回到地球时间起始的时刻 回到 我天文学的知识很差 古斯曼说 他的业余爱好之一是天文学 所以他 如此有把握的 去使用天文学的事实 对我来说 我没有很多的天文学的知识 尽管在我少年时代 也是天文爱好者 那么 所以他使用了 我只能说是一个假说 就是彗星给地球带来水 彗星对于 最初形成的这颗星 行星的 地球行星的撞击 给地球带来水 所以彗星的画面 天文台的画面 彗星的画面之后 是水 是如此美丽的 如此惊人的 关于地球之水 作为生命之源 作为地球生命 地球生态得以发生的源头的 那个影像 大家都看到了 我只是做那个提示 河流 冰山 冰川 冰川的溶解 我不去更多的展示了 它包括风 云 雨水 溶解的冰川 然后雨水的降落 然后它由这样的一个 海洋生命 地球生命 然后进入到 在这样的一个海洋生命 在这样一个海洋的 这个所覆盖的地球空间当中的 曾经生活在今天智利的 国土上的原住民 那些自如的 几乎如同一种海洋生命一样的原住民部落 他们的生活的空间 曾经如此美丽富足的空间 然后 独木舟 他们用独木舟所创造的奇迹 非常喜欢那个几段访谈 非常非常喜欢几段访谈 然后那个 老妇人 她说她在独木舟上 长大 她在独木舟上 生活在独木舟上 长大 她在独木舟上 从一个小姑娘 一个少女 变成一个母亲 然后另外一个部族的 那个原住民的 那个男人 那个汉子 他告诉你 他小的时候 跟他爸爸驾驶着独木舟 完成今天 我们用现代 霍伦 现代克伦 也认为不可想象的 海洋旅程 然后那种奇特 然后那种丰富 那种奇迹般的 那种惊人的状态 曾经是他们自然的 生命状态 大家注意到 那个宇宙时间 地质时间 这一次被一个 新的主题所贯穿 就是生命 人类生命 人类生存 和人类 如同地 曾经如同地球的 生物的多样性 一样丰富的人类的 生存方式 而这种不同的 生存方式的 美丽和富足 好 我们说这个 这个地图的 这个 智力地图的 这个 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 以及 天文望远镜 能捕捉到的 那样的一个 近景之中的 彗星奇观 然后 就是 美丽的 绝大多数 风光 自然风光片 都去追求 但很难达到的 水的 雨的 雨滴的 生命的图像 而后是这个 不是原住民 但进入原住民 部落的人们 人 他所 告诉我们的 他如何 倾听水的声音 然后他如何 用他的吟唱 去试图再现 或者回应 水的声音 我们快一点了 耳后他说 这样的一个 今天我们已经 完全不知道 其用意的 一种特殊的 原住民的 身体艺术 他们在身体上 做画 他们所做出的画 和 今天我们用 天文望远镜 所拍到的 星空图景 是如此的相像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是如何获得了 这种知识 就像我们会去追问 玛雅丽 怎么可能是那样的 一个 长度 一个远远超出 人类生命 人类的个体生命 和人类文明史的 长度的那样的 一种度量 他们是如何在 新时期的这样的 一种文明程度之下 发展出那样的 天文历法 和算数学 我们不知道 那么 古斯曼正是在 这样的一个 迷一样的 奇特的 文明形态当中 向我们提出 向我 提示我们 而我们自己 去领悟这种提示 这是一种神秘吗 这是一种天启吗 这是一种自然的知识吗 这是一种和现代文明 完全不一样的 人类生命 与宇宙的那种共存 对宇宙的彻悟和洞见吗 但最重要的是 它直接的质询和颠覆着 我们关于文明与野蛮 关于进步 关于科学的 那些神话式的 理解和知识 不更多去展示了 大家看电影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那种神奇 就是他们的 在身体上 所做出的那种图画 和我们的 今天用天文望远镜 所观测到的 星空现象 之间的 那个极端的相像性 而由此 他进入到了 那个被藏起的 最近的过去 就是智力的 现代化建成 就是白人殖民者的到来 毫无疑问 影像不是真实的 简单结果 电影作为影像的 蒙太奇 作为影像 剪辑所完成的一个 关于叙事的 或者关于意义的组成 他永远是主观的 普斯曼有一句话 我非常非常喜欢 他说主观性 是纪录片最大的馈赠 但是同时他说 纪录片不是自反的 所以主观性 不是关于主观 和关于自己 主观性是在 纪录 见证 客观 的过程当中 才获得的 才显现的东西 因此它才是 纪录片的馈赠 而在这儿 它的主观性 非常清晰 它清晰地向我们 展示了一个东西 就是按照 现代主义观念 所认为的 智力的 现代化进程 智力的文明化过程 本身在影像上 如此清晰地 向我们展现为 由于白人殖民者的 到来 原住民被制造为 野蛮 贫瘠 愚昧 疯狂 悲惨 而同时 我们再一次看到 拉丁美洲的 知识分子们 大部分知识分子们 所坚持的 那个逻辑和观点 就是 所谓美洲的发现 所谓拉丁美洲的 欧洲文明 对拉丁美洲的 启蒙和现代化过程 事实上是一个 野蛮对文明的征服 是一个野蛮对文明的摧毁 在这个影片当中 他直接用旁白 古斯曼这回赤膊上阵了 直接用旁白 陈述那样的事实 一个英镑 用一个英镑 去买女人的乳房 买男人的搞完 用几十个先令 去买一个孩子 去买一个孩子的生命和身体 这是一个截掠 和杀戮和暴力 和野蛮的过程 而不仅是这样一个过程 他们剥夺了 几乎作为海洋生物的 这样的一些 原住民不足的生活方式 生活空间和生活可能 我们看到这种被野蛮化的过程 而在这儿 非常奇特的古斯曼 重回天文学 重回天文望远镜当中的新发现 上面这幅画 在座的朋友们可能熟悉 我曾经在别的讲座当中 专门使用这幅画 讨论这个命题 因为这曾经是 近几年来曾经被人类 所欢呼的一个天文发现 就是我们发现了 另外一颗被海洋 所覆盖的星球 而这个星球是 在天文学的辨识当中 被辨认为人类移居星球 人类可以去居住的星球 至少中国的媒体 中国的媒体 就如此的报道了 就叫做 我们不必担心 地球资源被枯竭了 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有一点想哭 有一点想笑 有点想骂人 它好像忽略掉了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这颗星球 距离地球 一百光年 一百光年 好 它真的相信 我们的未来是 星空 星辰大海 它相信 我们这个旅游旅行 将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的 快速地完成 它们相信 虫洞和黑洞 都能把我们 带往外太空 真的好乐观 它们真的好乐观 我在这不去展开 我曾经借助这个图片 所讨论的题目 就是 即使真的有这样的一种 通过移居外太空 而赢得人类延续的 可能性的话 如果真的有这个可能性的话 如果我们能在 我们把地球 彻底的糟蹋 把它榨干 把它毁坏之前 我们有机会 逃离地球的话 抛弃地球 逃离地球的话 那么究竟是作为 种群的人类 还是作为社群的人类 拥有这个机会 即使在好莱坞电影当中 我们也看到 只有某些人 能够逃离地球 地球将成为 气民们的空间 地球将成为人类 现代文明的垃圾场 和气民们的空间 这是无限乐观的 昂扬的好莱坞电影 叙事的前提事实之一 好 我们更多的去展开 非常有意思 我没有想到我在古斯曼的电影当中 又一次看到了 这个叫凯普洛22b的 宜居星球 适宜人类生存 宜居星球 但是古斯曼提出的问题是 当我们望着这颗 另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望着另一颗被大海的蔚蓝 所覆盖的星球的时候 我要问 在这个星球上也是势强凌弱吗 在这个星球上也是弱肉强食吗 在这个星球上 有没有不一样的逻辑啊 在这儿多重空间 多重时间的相遇的意义展现出来 当我们仰望星空 当我们进入宇宙时间的时候 也许我们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 让我们去怀疑 这个在21世纪 似乎再一次成为铁律的 那样的逻辑 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美好 但是别予选择 所有告诉你说 不合理的世界 需要被改变的人们 一定会把你们带往更大的灾难 而古斯曼 反其道而行之 刚好是在这样的一个 仰望星空 畅想遥远的宇宙空间的这样的逻辑之中 去质询 在那样的文明上 在那样的星球上 是不是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文明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逻辑 好 同样应该就是在魏然老师所做的访谈当中 古斯曼这个说 我的业余爱好是天文学 我的业余爱好还是科幻小说 他说这个序列让我能够把我对科幻小说的爱好也放进去 我一直没找到科幻小说在哪 直到下面这幅图画出现的时候 这是一个用今天的技术不难做的一个场景 但却是一个在地球空间当中不可能看到的场景 那么它显然是一个科幻式的场景 也许是我们想像我们在开普勒22B上面 所看到的场景 但是这样的一个参数刚好成为一个 我们去反身 去回望 去质询我们 今天所置身的这个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而后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古斯曼的神来之笔 是古斯曼的一个一次发现 当然不是考古发现 不是历史发现 而是他在他的叙事逻辑当中的发现 他找到了这样一段故事 这样的一个被叫做 杰米·巴腾 杰米·纽扣 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会如何感觉这个故事 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的感情非常的复杂 我首先想到 我自己所出席的柏林电影节 某一次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式的一部影片 叫《我是人》 那个里面所讲述到的故事 就是关于欧洲的冒险家如何 那个电影是欧洲的冒险家 如何从非洲带回了一个一种动物 而后非常惊讶地发现 这个动物原来是一种人 那个电影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而在那个影片当中 这个冒险家就决定让他做人 所谓让他做人 就是让他穿上现代欧洲人的衣服 让他学会现代欧洲人的礼仪 然后把他引入现代欧洲人的社交场 我非常高兴是这部电影 作为那一年的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然后在放映过程当中 整个放映场当中的观众和我一样愤怒 好 不要更多的去讲 如果大家有兴趣 找那部影片自己来看 而在这个故事当中 是一个白人进入了 被自然空间所封闭的 像大海包围着一个岛屿一样的智力 来绘制地图 同时绘制了原住民的肖像 古斯万非常客观地说 他是第一个原住民的画像是有脸的 而他同时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就是他以背窍扭扣 为代价 为交易 为货币 向原住民购买 他们的土地 他们的空间 而同时 他携带了四个原住民 前往伦敦 把他们改造成了文明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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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强扭扣扣 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 但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他们把他改造成了一个英国绅士 又把他抛回了 火地岛 而当他回到火地岛的时候 发现 一切 他变成了一无所有 他不再拥有他的海域 不再拥有他的家 不再拥有他的空间 不再拥有他的生活方式 在这儿 殖民史当中 非常荒诞的 又是非常 个案的一幕进入 而他 以此为 扩度 再一次回返到 古斯曼的坚持 和古斯曼的 质询当中 那么大家都看过 非常美丽的 大自然中的死亡的意象 各种腐坏的树木 各种枯木 各种枯树 的蒙泰奇 画面段落之判 古斯曼用旁白念出 皮诺切特的军政权 失之于政治犯的种种暴行 他省略了 那些我说 会令萨德的 性虐待式的描写 黯然失色的 那些 场景 他只是 念出了那些 普遍的 失之于政治犯的酷刑 然后他 非常 像拍镜物一样的 拍摄了一些 刑剧 比如说画面的上角 然后他展示了历史照片 就是 政变结束之后 阿联德政府的全部的官员 上至他的部长们 下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被逮捕 被拘捕 被拘禁 被关押 被折磨 他重回 智利的 美丽的 奇特的 海洋 图景 然后他 然后他 也以从容的 平静的口吻 引入到了 皮诺切特的 暴政史的 一次重要的揭露 就是14个直升飞机 货运直升飞机的飞行员 14个飞行员 在 90年代末期 站出来证言 他们曾经 被雇用 被委派 把政治犯的尸体 投掷在 影片所展示的 这片海域当中 影片中出现了 这个某一个访谈的段落 然后出现了 潜水员 深入这个海域 去寻找可能的残留 那么 尸骨 已经荡然无存 他们找到的是 为了让尸骨 沉入海底的 那个铁轨 而那个铁轨 已经腐坏 铁轨上 长满了海洋的寄生生物 然后 一段一段的铁轨 像是 远古 留给我们的考古奇迹 必须说 奇迹是的 也应该说 一定是古斯曼 这部纪录片的最初的动力 和灵感由来 就是在铁轨的残骸上面 在海水和海洋生物 寝食的铁轨的残骸上面 发现了一颗 被铁轨 被铁轨 在这个完全无生命物的 物证面前 成为了一个证言 证明一个曾经活生生的生命 证明一个曾经人类的身体 被沉默在这个海洋之中 它是一个被抹杀的生命 它同时也是一个一份被抹杀了的暴行的证言 那么当然 古斯曼再一次回到 那个奇特的身体绘画 再一次回到那样的一个 也许我们会被视为 蒙昧 或者野蛮的文明和艺术当中去 再一次提示我们 也许我们正是经由现代的教化 而成为了对自然 对宇宙 对生命 对自然之谜 一无所知的笨蛋 我们丧失了我们对自然的知识 我们丧失了我们对生命的洞察 那最后一幅是 只有纪录片 只有电影所能捕捉到的美 就是海上明月 月光 海上摇曳的月光所展现出来的 那样的奇特的旋律和节奏 它再次回到天文台 回到宇宙 回到宇宙间的生命的发生 回到生命作为人类 作为宇宙间的一个偶然 和作为宇宙间的一个美丽 然后它再次向我们报道了一个 并不像开普罗22b 那样的被人类欢呼过的一个天文发现 就是一个巨大的水的星体 它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巨大的水的星体当中所包含的水 是地球表层水的2.7亿倍 换句话说 生命始终在发生 生命始终在孕育 这是这三部曲给我的一个巨大的震撼 同时是一个巨大的抚慰 因为它重回生命自身 重回人类生命与自然的那个密切的同构性和相关性 重回人类的 人类的生命的短暂 人类的 人类个体的速朽 而暴行的残忍 但是尽管如此 它说生命生生不息 生命相互转换 一切之间始终有着一场绵长的对话 一个绵长的对话始终在发生 好 我不跟大家分享梦之山谷了 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完了 但是我还要再占有大家一点时间 把我今天一个重要的 想给大家分享的观点 再抛出来 严小辉老师在开始的时候说 我可能会给一些答案 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 我只有用ing form 所标识的这样的一个思考 我只有无数无数多的问题 我只有一次再一次对于 我一无所知的这种获知 我们不去梦之山脉了 我只是跟大家最后分享我的思考 我刚才说 我开始的时候 我说 1973年911 以1973年911 这个时刻所标识的 萨瓦多·阿联德 作为二十世纪历史记忆当中的 对我来说 是光点 英雄序列 榜样和旗帜 以及 我以为 是二十世纪的 是人类生命的耻辱 是二十世纪的创伤 是二十世纪创口的 皮诺切特的 暴政 皮诺切特的统治 以及 皮诺切特的儿孙满堂 寿终正寝 我在这儿要再补充一个历史资料 是非常反讽的是 对不起 我要找一下那个时间 二零零几年 二十世纪的 是前英国首相 萨切尔 另外一个二十世纪历史中重要的 对不起 我要说丑角 他去会晤他 但是很不幸 他在会晤他的路上 他会晤他的时候 他生了病 所以他就住了院 更不幸的是 他在医院里被逮捕了 原因是 西班牙一位法官 起诉皮诺切特 枪害人类罪 证据是 在军政权时期 他大量迫害 了西班牙公民 西班牙法庭要求 把他引渡到西班牙 要对他进行 对他的暴行进行审判 这时候两种力量开始出现 一种力量是智利 立刻出现了国家 以国家身份出现的这个 末玄 说他享有外交豁免权 所以你们没有权力扣押他 你没有权力抵补他 然后另外一边是 英国政府方面 就做了很多的回应和 给予了很多方便 于是破例英 智利空军的飞机 降落在英国的民用机场之上 接走了皮诺切特 继而宣布 因为健康原因 他无法接受法庭的询问 无法进入到 这个法庭的这个程序之中 因此他被赦免 好我还要再往前追诉 做一个补充是1973年到1975年 是军政权的大规模的迫害杀戮 制造人间蒸发的年代 但也就在1975年年底 皮诺切特宣布了一个 制作了一个大 叫做特设令 叫大设令 说在这段时间之内 所有的行为都被赦免了 所有的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不必被追究法律责任 那么当然不是反叛者 当然不是抗议者 当然不是阿联德的支持者 而是针对于他们的所有暴行 在1975年预先的被赦免了 好1998年 皮诺切特因健康原因 而再一次享有了特赦 而这以后到皮诺切特死 到皮诺切特死后 好先说到皮诺切特死 一共发生了三百起以上的 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 从枪害人类罪 到这个各种违宪违法 到洗钱 到逃税 三百多次 针对皮诺切特的起诉 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被特赦了 但是这个过程 毕竟是绝大多数 在皮诺切特的盛事 遗忘了暴行的民众获知 皮诺切特是一个无耻的窃国者 而且也是一个无耻的贪污犯 是一个无耻的把国家资 在对国家资产的拍卖当中 获得了他海外一百多个账户 的 叫什么 我不知道叫什么 贪官 动虫 腐败者 而2006年他死了 在他死前 他宣布 说我对我执政的17年之中 所发生的事情 承担政治责任 但是 请大家记住 我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避免 国家被分裂 好 在补充了这样的一个材料之后 我补充这样的一个材料 是想让还在屏幕前听的朋友们 去体认古斯曼的坚持是什么 沙漠中的那个顽强的寻找 亲人遗体的老人们坚持的是什么 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 这不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这是一个始终未被审判的罪行 这是一个始终未被伸张的正义 这是这个孟知山谷的 结束的地方所说的 今天智力的宪法 是皮诺切特的宪法 今天智力的经济结构 是皮诺切特的经济结构 今天的经济政策 是皮诺切特的新自由主义的格局 而1973年皮诺切特 夺取了政权之后 他不仅展开政治迫害 他不仅这个制造人间蒸发 他还把阿联德时期 国有化的全部的这个产业矿脏 归还给私人 这些私人绝大多数是 美国的和西方的跨国资产者 那些不没有不可归还的部分 他就进行了大幅度的拍卖 他所开启的是一个快速 在军政权的保护之下的快速的 私有化过程 我在这不去念那些数字了 在几年的时间之内 智利就剩下了一家国家银行 所有的银行都私有化了 然后智利曾经有600多种商品 是受到国家物价保护 和国家资助的 然后在他执政的七年之后 就上海只有一种被保护了 然后这个养老制度没有了 教育制度私有化了 我不用去重复 这是智利经济奇迹的秘密 那么回来 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说 当今天我们看圣地雅各在下雨的时候 我不知道 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的年轻朋友 会怎么看待这部电影 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 是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我以为我自己 是相当自由主义的 相当自由化的 但是我仍然在 当时是电影资料馆 这个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 深受震撼几乎 或者热泪盈眶 那么后来我在课堂上跟我的 很多很多年之后 我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 共享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发现 他们与这部电影当中 有了某种难于突破的 隔膜和尖离 那么当时我对此做出的解释 是我说 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二十世纪中叶 二十世纪那个风云激荡的 以革命变革进步为主旋的年代 人们 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们 分享着一种 共同的 历史认知和现实认知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看到每一个角色的时候 我们分享每一个历史时刻的时候 我们有着一个共享的 可以安放他们的坐标 图景 地图 我们有着某种 今天叫世界主义 而当年在左翼阵营当中 叫国际主义的 价值和体认 再 好 展开一点说 我说今天 一个在当年看起来 是非善恶 是非取直 如此的鲜明 如此的不容置疑的时刻 今天变得如此的暧昧不明 我读到百度百科上 皮诺切特词条的第一段的时候 我有一点 有一点要发疯 我简单地念一下这一段 他说 皮诺切特在执政期间 实行了军人独裁统治 制定了1980年宪法 进行了社会经济改革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创造了智力奇迹 大家如果是从这样的一个文字当中 去认知皮诺切特的话 大概你可以感知到的是 实行经济改革和创造经济奇迹 前面那个实行军人独裁统治 是啥意思 很难被体认到 所以在这儿我想从三个 简单的小小的三个层面上 分享一种观察 一种思考 一个东西是我说 今天 萨尔瓦多阿联德 与皮诺切特的评价 变得 不死 匪夷所思的 寒昏 比如说 萨尔瓦多阿联德 似乎是 阿联德当选 成为事实的时候 当阿联德接受了总统的 开始执行总统权的同时 美国就终止了此前的全部和对智力的援助 和智力的合作以及经济项目 然后美国开始借助政治经济的力量 联合智力国内的资产者 对智力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破坏 在圣地亚哥在下雨当中 大家会看到 或者我和我的这个 做拉丁美洲研究的朋友 都非常喜爱的那部 马丘卡 叫做我们翻译成那年阳光灿烂 我们也更喜欢管它叫跳 你会看到那里面的那个资产者和商人 有意识的囤积居旗 有货不投放市场 制造黑市 制造物资紧缺 而当皮诺切特政变完成之后 美国大笔的拨款 在此后的十年之间 美国对拉丁美洲经济援助的一半 给智力 好我不在这 不在这展开这个具体的历史事实的讨论了 我只是说 这样一个昭然若揭的历史事实 这样一个是非善恶取之 不如自寻的历史事实 今天变得如此含混 变成了政治立场上的不同 变成了政治取位的分歧 其中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在人类贯穿了人类文明史当中的一个暴力逻辑 叫做历史由胜利者书写 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 战利品永远由胜利者携带 历史永远由胜利者书写 在这我们说的胜利者 不是指皮诺切特推翻了 皮诺切特的军人政权 推翻了阿联德的民主政权 而更是至1989、1990冷战终结 全球的进步力量 全球的社会主义力量 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 共产主义运动 及其常识的失败 西方阵营不战而胜的胜出 使得他们成为了历史书写的读导者 我说这个解释是有效的 这个解释是必须的 但它并不是充分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充分 我们会发现 某种意义上说冷战的终结 冷战的胜负的形成 本身是另一种转化的结果 而不是另一个转化的原因 就是整个二十世纪 经由两场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后 我们被迫意识到 现代文明 资本主义文明 资本主义历史 它的内在的不合理 它的危机 势必以 反噬人类自身 为结局 因此二十世纪下半也是一个尝试 去改变 尝试寻找现代逻辑 现代文明 现代结构的alternative 另类选择 的努力和尝试 在这个年代 革命 变革 进步 解放 是 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那个时候 我们的度量 是以人类为尺度 是以人为尺度 是以人类为尺度 那个时候 这是个不恰当的比喻 如果说我们做一个学科的比喻的话 那时候主导着我们的是人文学 是社会学 而这个革命 变革 解放 寻找 理想的世界 实践乌托邦的人类共识 实际上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剑刺的开始 被一种称之为 现代化逻辑 或者发展主义逻辑的 价值系统 政治方案 政治实践系统所取代 而在这个逻辑当中 它的统一的 学科 是经济学 是统计学 不再是活生生的 人类个体生命 而是数字 数据 而这样的一个 范式的转化 被冷战终结的胜负结局 所背书 所加强 因此 皮诺切特 成为一代伟人改造智力 皮诺切特成为智力经济奇迹的创造者 而这样的历史 除了掩盖了智力事件 实际上是冷战年代的一个国际事件 它是国际力量角逐对决的一个焦点 一个热点而已 除了掩盖了这样的历史的结构之外 它也掩盖了阿联德政权之下 它所完成的 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改造 包含土地改革 包含归还自然资源与土地与原住民 也包含最前卫 最先驱的技术革命和技术改造 最近翻译成中文的那部著作 所记录的阿联德政府和英国最前卫的控制论学者 合作所进行的那个大规模的一个 在今天仍然是前沿性的一个科学尝试 这个尝试不仅是科技进步 不仅是技术发展 而且是工人参与工厂管理 工人参与工厂角色的人民民主尝试 这个政权所代表的那样的科技前沿 技术进步 社会试验制度 创新 都在以经济学统计数据 以人均收入 以GDP来描述的逻辑当中 被彻底淹没 我上次跟那个朋友开玩笑 说读到一个统计数据 说在中国大城市当中 女性人均月化妆品的消费是过万的 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的想到 我这样的这个可能是过不了百的 我所加入的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分母 这正是GDP和人均收入的骗局 我们不在这重复了 这个国际权威机构所说的 这个占有人类财富一半的人数 最近已经到各位数了 不去展开这个逻辑了 我只是说 一边我们会看到 胜利者书写历史是怎样的 可以以胜利者的逻辑去篡改 去掩埋 那个在历史当中不容更动 不容质疑的事实 而另外一边我们会感到 这样的一个历史演变的发生 同时伴随着社会共识 价值系统 知识范式的转移 而这个转移是怎样的 改写了我们 重塑了我们 阉割了我们 抹除了我们 去记忆历史 去占有过去 赢得未来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第三部 梦之山脉的 直接 简单 直接的推出的主题 而看第三部的时候 我震撼也迷惘 因为第三部 它相对简单的 以安提斯山脉的壮观的奇景 和一个坚持了几十年 用摄影机去记录 去直面军政权的暴行 极其反抗的这样的历史的摄影 电影人 古斯曼说 我选择了逃离 他选择了留下 我们都在记录 我们都在拍摄 我非常非常喜欢那句话 我也想用那句话 就作为我的结语 他说 尽管我们如此不同 但是我们拥有 同一个乌托邦 所留下的遗迹 在《光臣之意》当中 他说 我骄傲 我曾经参与了那场 高尚的冒险 好 今天二十世纪 去改造人类社会 去寻找理想可能性的努力 成了乌托邦的印记 成了一场高尚的冒险 最终失败的结局 但是 我没有新的表述 回到我一直重述的一个表述 我说当二十世纪终结 当二十世纪的乌托邦实践 二十世纪高尚的冒险 被遗忘 被涂污 被掩埋 被篡改 的时候 使得 二十世纪得以发生的 世界历史结构 世界历史问题 并没有消失 所以 为什么我们始终生活在过去 为什么我们始终置身在未来 为什么我们必须去追问过去 为什么记忆的意义 是如此的沉重和如此的必须 是因为我们每时每刻置身在一个对未来的争夺之中 事实上 一定有下一讲了 尽管我很委屈 很不情愿 那么下一讲可以预知的是 我会选择的片目是巴西纪录片民主的边缘 因为对我来说民主的边缘是梦之山脉的一个痛彻 痛切的回应 也是一个直接的结许 如果我们遗忘 如果我们简单的相信历史在线性进步的路上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经过流血牺牲 经过血泪的巨大代价 终于战胜了那个残忍的肮脏战争 赢得了重新赢得了民主的权利 我们就真的获胜了 那我们就太乐观了 正是这样 过去不仅在过去发生 那个敞开的伤口 并不仅仅流淌着旧日的鲜血 它随时可能撕裂 它随时可能袭向我们 它随时可能袭击我们的世界 好 我说的太多了 我已经把时间快说完了 所以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没有太多的互动时间了 对不起大家 谢谢 好 谢谢戴老师 那我们就还是请戴老师很简短的 我们放出来两个问题 都是很简短的 您可以做一下回答 第一个是B站的一个网友 他提问是说 作者弄 当然是说电影作者弄 如何被指认为一种精英话语的 因为字数有限 他就是这个提问 我觉得他大概意思是说 好像越来越多的欧洲艺术电影 是笼络成这种小众的自娱自落 不再被底层的大众和社会运动所分享 是可能是问您这个问题吧 这是B站的 那您先回答这个 然后等一下 做我们会议室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简短的回答就可以了 很难简短的回答呀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样的 就是作者论 电影作者论 好 不去追溯历史了 我试图简短的回答 电影作者论 在它诞生的时刻开始 它并不是精英主义的 它今天也不是精英主义的 我以为 因为我觉得 我猜想那个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是 因为大家经常在使用作者论的时候 经常把作者论应用于对艺术电影的讨论 所以我们就以为 作者论等于艺术电影 而艺术电影等于小众电影 这个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 使用上的不断的混用当中发生的 作者论在产生的时候就不是精英主义的 因为作者论是经由总结 诸如西区柯克 诸如霍哈德霍克斯 诸如约翰福特 这些好莱坞的体制内的类型片导演而产生的 而同时就是这个 今天我们也可以经常用作者论去分析 比如说诺兰 比如说斯比尔伯格 这些好莱坞大师 因为作者论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导演中心论 我们强调一个导演对于影片的掌控 我们强调一个导演的一系列作品的共同影响 那么在古斯曼这样的作品当中 他作为这个电影的作者就毫无疑问的 这也是纪录片的片种所决定的 但是在故事片当中 其实作者论作为导演中心论 本身带有极大的虚构性 我就引证这个一个美国的电影研究者的说法 我觉得他说的好俏皮 他说其实没有多少人信电影作者论 信电影作者论就这么几拨人 他说就是导演工会的 导演工会的人信电影作者论 然后他说呢 这个巴黎住在巴黎的人信电影作者论 因为电影作者论是法国人创造出来的 第三种人特别可爱 他说那个花钱买正版DVD的人 也信电影作者论 为什么 后面这种人怎么出现呢 就是正版DVD当中有一个导演生鬼 你看电影 你看正版DVD的时候 就会可以听导演生鬼 听导演解释这部电影 告诉你这部电影怎么拍的 所以你特别相信这部电影 一部电影是由导演所控制的 而事实上我经常说 一部电影其实是一种集体创作 而在一个电影创作集体当中 是才能和意志的比拼 才能更高的和意志更强悍的人 经常是主导那个影片的人 而这个人未必是导演 所以这是我对电影作者论的回答 至于这个艺术电影和精英主义 这两个词 不好意思啊 地站的这位朋友 这就是我的思路 对我来说没什么简单问题 这个艺术电影和这个精英主义 这两个词 都非常复杂 都非常复杂 到底什么是艺术电影 艺术是指原创 艺术是指个人化 艺术是指批判性 艺术到底是指什么 其实并不清楚 并不清楚 而精英主义也是一样 因为政治精英主义 其实某种意义上 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 而人文精英主义 可能是对抗商业文化 对抗这个精神哑片的 一种反抗者的姿态 然后精英主义 可能是讲一种美学追求 精英主义也可能是讲一种 愚蠢的 脸是大众的态度 问题是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仍然坚持说艺术电影 本来就是小众 但是艺术电影是 整个电影工艺和电影艺术的 实验室和发动机 要求艺术电影获得大众 其实是产生一种错觉 就是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 那个艺术电影是拥有大众的 那是因为大众肯看艺术电影 伯格曼的电影一上映 就观者如潮 500人大影院 坐无虚席 而今天 甚至我看伯格曼也会睡着 所以那个变化了的是世界 而不是艺术电影自身 好 不简单的回答 简单的说完了 好 谢谢戴老师 然后第二个问题 也比较简单 就是 是我们纵会室里边 一个参会者提出的 他是说 古斯曼用 与自然连结的方式 来表述历史主题 他说 这样的表达 没有给人刻意的感觉 但是他想问您的是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表达方式 以及这样的方式 是更能触及某种历史真实 还是更为远离 这位朋友 你给了我一个重创 我以为我整个讲座 在讲这件事 最后你作为了一个问题 提出来吗 我遭到了残酷的打击 好吧 不是玩笑 也是玩笑 那么 我来回答 我觉得 这是他原创的一个方法 这不是说谁都 这不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方法 就是他在这三部曲当中 他创造了这样一种方法 把自然的主题 与人类的主题 把自然的主题与政治的主题 把这个 非历史的和历史的主题 给联系在一起 因而获得了一种 影像的美学原创 同时也获得了一种 把这个问题 使这个问题获得新试点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 这是他的 今天我想 我以为我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最重要的点 和最基本的内容 就是古斯曼的方法 这叫古斯曼的方法论 或者古斯曼的美学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我确实认为 古斯曼的采取这种方法 一边是因为 他已经在此之前 已经有17步了 已经有17步了 他必须用新的方法 来重新处理他的主题 但另一方面 我也觉得 他是经由这种方法 使得这个历史主题 获得了一种抵达 今天这种 迷惘于 如何评价皮诺切特的观众 所以你可以把它 视之为一种妥协 也可以把它 视之为一种迂回 但我把它 视之为一种原创 因为我觉得 我们没有人 如果我们是一个 朴素的 基本的唯物主义者的话 我们会相信没有人 能够自挽于历史 我们今天的 这个电影观众 他不可能和 古斯曼和我 和在座的很多朋友 不同年龄段的朋友 分享同样的历史经验 我们是被不同的 我们是被不同的 历史结构所形塑的 那么古斯曼 在他的这个方法论 我觉得他是在尝试 找到一种 他找到没找到 要由在座的朋友们来回答 我觉得他是在尝试 找到一种 通过这样的一个 宇宙时间 地质时间 这个人类 远古人类文明时间 然后近代历史时间 和20世纪历史时间的 这个相遇 交错 重叠 来获得一种 这个和 让今天的观众 抵达那段历史 同时 在那段历史当中的人 背负着分享的 那段历史的人 和今天的这个 现实中的人 彼此对话的可能性 所以我 觉得不是一个 简单的远离 或者是 靠近的问题 而是一个 新的角度的获得 一种 通过新的方法 达成这个 在诸多的历史 断裂之间 穿越 并且对话的可能性 我自己认为 是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尝试 就是我自己 非常尊重的尝试 回答完了 好 谢谢戴老师 又一次 这个 精彩的 分享 我想呢 这个 听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点 沉重 但我想更多的是 也是鼓舞的 因为我们坚信 坚信我们 坚信戴老师 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我们也 和感动于戴老师的 这种正气凝染 当然我们不能 提认 或者很难去提认 亲历者 的感情 比如说 古斯曼导演 他的毕生创作 都围绕和献给了 那一段历史 那他始终也都希望 他的同胞 希望全世界的人们 能够记住 或者承认 那一段历史 以及 因为那段历史 被颠覆的智力 后来被新自由主义 被西方霸权 所强暴的智力 所以 他也希望 我觉得智力 能够走出这种 被 现代主义 话语 牢笼 封闭 和关押着的 这个希望 和正义 能够呈现 他本该有的 曾经有的 另类风景 就是我们这个标题 这种 另类的风景 当然我们也 同样难以体认的是 那些失去亲人的 母亲啊 姐姐啊 妻子们 他们为了找回 哪怕是一段尸骨 在那片沙漠里边 游荡和追行 避其一生 我以为戴老师 讲前两部 第三部 可能不讲了 但是后来戴老师 第三部也讲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简单 就是提一下 就是关于第三部 用戴老师的话来说 就是 第三部更加直接的 不带含蓄的 揭示了 在政变和暴力的背后 西方的这个 自由主义经济集团 如何策划和参与 占有了智力 其中有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高科技的发展 新能源啊 手机啊 移动设备 都有用到电池 但是可能我们不知道 智力是 这个 全世界出口 这个 这个 铃矿产 排名第一的国家 也是 储量 最大的 所以我们从第三部的 影片的描述 也就看出来 刚才戴老师 后来也说了 就是在 阿联德政府之前 智力的这个矿产 是被殖民者 私人 跨国公司占有的 在阿联德政府 当时就回收了一些 到国家手中 但是在政变之后 这些矿产又回到了 跨国公司手里 所以我们回顾那个逻辑 说美国为什么要支持 说是援助 但实际上背后是维护 他们在智力的 这种矿产的经济利益 那同样的情况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委内瑞拉 他是全球石油储量最高的 那现在他同样被封锁 而且就是现在 美国还在不遗余力的 继续在策划政变 想尽办法要推翻 这个查韦斯马多罗政权 这个手段在跟智力当年 是一样的 那同时他也是制裁 禁用 污名化 也是鼓动和支持 这些工商业罢工 造成物资短缺的情况 然后煽动街头暴动 就是他因为制裁 让人民陷入这个生活的艰难 然后又把这个锅甩给当局 这个手段是司空见惯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 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大致就是戴老师 做了分享 然后在后天晚上七点半吧 就是类似于像这些地方 我们现在怎么应对 比如说维雷雷拉的这个 社区地方经验 怎么应对当前的控局 然后后天晚上来自西南大学的 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全球大学的成员 薛翠老师 会我们分享这个相见在全球瘟疫蔓延时 这个会在我们另外一个号 就是相通见识研究的这个B站号上 所以其实我们当前要面对的这个瘟疫 不仅仅是新冠肺炎 其实更多的长期的 还有美元为代表的这个金融集团 如何如瘟疫般的笼罩全球 在全球剥夺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 下一场的这个薛翠老师的分享 当然我也 我们也争取协商一下 看能不能同步在B站来转播吧 在国人相见的这个号上转播 然后明天晚上的七点半 我们邀请了所有南南弄坛的参会者 当然大家如果有时间并且愿意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回到南南弄坛的SUM会议室 来进行我们的对弄坛的回顾和总结活动 非常欢迎每一位参会者 好了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 这个这个讲座直播的部分 就到这里结束